這主要是根據醫學期刊The Lancense的最新分析 那麼目前了解到說全球大約是有8.28億的成年人 都是患有第一型還有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麼這個數字呢是相較過往多了一倍 那麼其中30歲以上的成年人甚至是有4.45億人都沒有接受治療 而大部分的成年人罹患的都是這種第二型的糖尿病 主要就是跟肥胖還有不良的飲食是很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研究也指出在一些的富裕國家糖尿病的發生率是維持不變甚至有下降 像是在日本、加拿大或者是法國等西歐的國家還有丹麥 那麼另外呢在2022年的糖尿病患者當中 全球一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集中在印度、中國、美國還有巴基斯坦等4個國家 而其中印度跟中國是最高的 那麼就怕說會有缺乏治療的狀況面臨終身病發症的風險 而世界衛生組織也呼籲各國都必須採取緊急的行動 應該要制定健康的飲食還有促進運動等相關的政策 才能控制全球糖尿病的流行